今天要跟大家介绍的是闽南小吃荔枝肉 所以荔枝肉里没有荔枝 没有没有 在螃蟹里面没有螃蟹 蚂蚁上述里也没有蚂蚁 早期你就是杨贵妃知道这道菜 他就不会去叫你这样买荔枝 那么麻烦的吧 还要快马加鞭 菜特别适合去验客 如果我要下次要做这个的话 我觉得我都能想象到 我朋友吃到这个菜的表情 你不是荔枝肉吗 荔枝呢 我说你看这不就是荔枝吗 就是特别能装 今天要跟大家介绍的是闽南小吃 菜名叫做闽南荔枝肉 那其实怎么做呢 闽南其实有很多的料理 但以海鲜居多 闽菜也是八大菜是其中一样 荔枝肉它很有趣 因为荔枝它所生长的地方都在南方 可是我们这里荔枝是不是还没上 荔枝是还没上 但是我们今天没有 我们今天没有荔枝 可它叫荔枝肉 对我们把肉做成像荔枝 你是说味道像荔枝 还是说那个花纹 花纹形状 味道都有点像 是像荔枝肉 外面那种饱满 颗粒的那种感觉吗 荔枝就是它外面红红的嘛 那里面是白色的嘛 那我们今天用猪肉 用小里姬来做 那把这个猪肉呢 我们用红糟 来代替这个红色 所以待会我们会下去炸 那炸的时候 我们会在腌的时候 会放点红糟进去 红糟你熟悉吗 好像有的时候闽南菜里会有 闽南菜客家菜都有 那这个红糟其实要做它也并不难 怎么做呢 你把糯米准备好 然后把这个麴菌 因为麴菌是红色的 把它放进去 然后放大量的酒进去 一般是用米酒多叶 那就把它拌拌拌拌 拌到整个都颜色都均匀 早期会有点像暗红色 但是放了大概三个礼拜 到四个礼拜之后 它就变这个颜色了 所以就是 它其实也可以在家里自己做起来 如果你要懂这个流程的话 其实应该这样讲 以客家或闽南来说 尤其是客家 酱钢文化 对 酱钢文化 这也是其中的一个 而且它是放了大概两年三年之后 它变成酒 对 就变红糟酒 那个酒就不得了了 那荔枝肉它会怎么样 就炸了之后 它必须要缩起来 对 所以你在一面切划刀 另外一面就 另外一面不用 那因为你看我们也是 我们在煎鱼或煎肉的时候 你放进去的时候 它是不是纤维会收缩 对 它一旦收缩之后 它就圆起来了 所以你切一边的花刀 它收缩的时候 它不是所有的 所有的纤维一起收缩 它在下面没有切到 一边会收缩 所以会呈现有点像这样 所以它就像荔枝 包完皮之后 荔枝皮的那个 焦红的那个颜色 还有那个颗粒的那个感觉 对对对 所以这个花刀就稍微要花点心思 它要切缝隙 希望它卷起来变怎么样 它就像荔枝 然后外面红的 里面白的 对 荔枝肉 没听过 没有 只知道闽南那边很多荔枝 到季节就要吃 人很奇妙啊 就是你今天季节不到的时候 你想吃这个东西 你就必须要靠手工啊 像那个最有名的一道菜 什么菜 就当初这个慈禧太后 想吃的那道菜 吃不到 有人就做这道菜给它 然后这道菜就一直传到现在 就是早期的宫廷料理 什么菜 赛螃蟹 这个菜我们之前 这个节目有做过 对 它就是当初慈禧太后 在不对的季节 想要吃这个 它就出了这个难题 等一下就做了这道菜 那荔枝肉是不是这样 我就不是很清楚了 赛荔枝 但荔枝肉我不太清楚 但确定的一件事情是 你在做这个荔枝肉的时候 它是有一点隐喻 也呈现出一个师傅 他对食材上面的要求 什么要求 就比如说 我可以用食材来塑形啊 比较简单的来说 有很多的素菜 它把用豆制品做成那个 肉味 对 肉的样子啊 肉味 那就是一种料理工艺 对 而且荔枝很好玩 荔枝很好玩 怎么说 因为在日本没有荔枝 你知道 日本没有种荔枝 那他们怎么办 或是他们会进口荔枝到日本来卖 它是那个生长环境不适合 因为纬度太高 对 然后呢 我的爸爸的好朋友是个日本人 他的妈妈 很喜欢吃荔枝 那咋整啊 然后他就每次到了荔枝季节到的时候 他们就会去买荔枝 那那时候找 现在也一样 就是你要带这个 生鲜水果 要带进 入境任何国家 是不行的 不可能的 所以那时候 我们从台湾要带去日本 要去给它 那你不能说都带 因为你就带了 被抓得蛮麻烦的 对 所以我们就怎么样 我爸爸他们就去买荔枝回来 把壳扒开里面的纸挑掉 纸带肉 然后把它装成一带 然后带去日本给它朋友 我的天哪 这颇有点那个杨贵妃的意思了 对啊 那就是 其实这种朋友当中的一种 你知道 彼此为彼此复苏的一种心意 那最有趣的地方在哪 为什么我说有趣 因为有一次 我爸爸这个朋友的妈妈 跟我他朋友来台湾 他吃到他人生第一次新鲜的栗枝 他吓了一条 怎么说 因为他不知道栗枝是红色 他以为是 黑的 因为栗枝放久了不是会变深色 对 因为颜色会变深 但是也卖到那个颜色 所以他就以为栗枝就应该长那个样子 天哪 我觉得自己好幸福哦 对 你当然幸福啊 而且物流很发达 也不用再是 对 但是现在出口也方便了 所以现在可能在日本 偶尔还是会有那个荔枝会出口到那边去 但日本可能没荔枝肉吧 这不一定会有哈 餐馆馆子里搞不好会有 说不定会有 如果要是我们这期节目被日本的朋友看到 说不定就马上就 搞不好早期 大家都没有荔枝吃 对不对 这道菜如果有传到日本去 搞不好他们现在就有荔枝肉了 要切 就是等于说要切到这边都是平的 然后这边 我看你切的并不是特别的深 不能切断了 就是大概三五毫米的样子 嗯 就是三五毫米的样子 这是这道菜最麻烦的地方 但也是它最有趣的地方 到时候卷菜就像这样 台湾有所谓的酒家菜 嗯 什么叫酒家菜 就找些一些地方士生 他们可能在谈这个生意的时候 会找个地方喝点酒 但不是大家想象中那种 啊 花点酒的那种 不是 他就喝点酒 然后吃吃菜 那些菜就要稍微高级一点点 所以就把当时可能的闽南菜 跟台湾的一些食材 跟一些概念的东西 就集结在酒家菜 所以现在的台菜 其实比较类似于 就是偏高雅 气质的这种酒家菜的方向 对 如果说是正常来说 而不是原住民的菜 对对对 我们现在来腌它 好嘞 这边我们放点香油进来 然后腌 得有酒 酒加菜 也不是啦 腌 怎么得也久 就腌菜 对 把它肉 还有胡椒 然后糖 一点 一尺 一小尺 糖可以稍微多一点点 然后来 那个红糟把它放进来 要放多少呢 这本身有点 有咸味吗 没有 这还真是有时候不进厨房 你就 哪怕你在餐馆里吃到了这个 你知道有红糟这个东西 但你也不知道 红糟里面 本身是没有盐的 它是有没有盐的是吧 没有 颜色变鲜嫩了 嗯 裹了一层红妆 我们就放粉下来 让它 味道更巴在上面 对对对 它很有趣 它其实跟糖醋排行为了像 对 那只是它没有那么多 没有放那么多糖 糖有 但没那么酸 没那么长 它比较偏 就是微微的一点点 那你觉得它跟糖醋排骨的 像在哪 它就是有酸嘛 有甜嘛 但糖醋排骨会放番茄 番茄酱 这没有 那在这个地方 酱汁我们会把它放酸甜进来 对 那很多人在做这道菜 会放碧茄放土豆 就是客家的做法 没有 闽南做法 闽南的做法 可以放这个 可以放不但我就觉得 单纯就是荔枝肉就好了 对 对 然后再来就是 你也知道我不是特别爱吃荔枝 所以我不会放进去 这是厨师的认识 对 可以 是你做的 你决定 来试一下油温 油温要高 大概156左右 OK 刚好 炸的时候 来 把它稍微卷起来 要不要插一个牙签 它比较那个 还是不用 它自己就会卷 自己就会卷 所以不用插牙签 插牙签 你是把它卷定型 你定型的 不用 不用 大概就可以了 捏成球球 球球 就比较像荔枝那种 饱满的颗粒的形状 这是个创意菜吧 应该可以这样讲 早期你就是杨贵飞 知道这道菜 他就不会去叫你这样 买荔枝那么麻烦的吧 对 还要快马加鞭 我们现代人还是挺幸福的 现代人当然幸福了 你说再怎么样去比 你说以前的地亡 还有多好 再怎么比也没有现在好 对不对 以前连电视 都每天都有电视可以看 对 还可以就是跟着我们 占卜社厨房 扫下二码 就可以许多菜了 多好 入锅油温要高 要炸到什么程度呢 几乎要炸到全熟 哇 还挺像 这在油锅里看着 就挺像荔枝的了 它自己真卷起来了 对啊 因为我们在煎东西的时候 你可以明显看到 它有时候会收缩 那你把花刀切完之后 它自然就会收缩 好来 这边我们就来煮酱汁 煮一个红糟酱汁 对 用我们这个油就好了 怎么啦 感觉像是在看炸荔枝似的 特别是它炸完之后 那表面有一种那种 焦焦黑黑的颗粒感 感觉更像 对啊 糖给我 先放了蒜头红糟 好香啊 蒜一边就那香味就来了 米酒 红糟再补一点给我 其实差不多要大概两三尺的红糟 三尺的红糟 所以荔枝肉里没有荔枝 没有没有 就跟鱼香肉丝里 在螃蟹里面没有螃蟹 没有螃蟹 蚂蚁上树里也没有蚂蚁 然后来一点点醋给 白醋 酸酸甜甜挂的 像糖醋排骨 这算是一个家常菜 还是一个米南那边的馆子菜呢 馆子菜 你包饺 要准备盘盘了 嗯 真的是一颗一颗的绕荔枝 待会吃起来的时候更香 对 闻着就觉得挺酸甜味的 因为它的外面是红的 里面还是白的 好香 勾鼻子 这是个下饭菜吧 还是下韭菜 下韭菜 下饭也可以我觉得 好香啊 好香啊 然后撒一点点的葱 点缀一下 好 这个就是荔枝肉 怎么样 蛮像荔枝了吧 像瞳目结舌 试试看 自己动手啦 荔枝肉 嗯 像不像荔枝 荔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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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吃耶 咸咸的 嗯 然后有一点酸甜 里面的肉其实还是挺嫩 外面有那个焦香味 因为我们今天用的是猪的小荔枝 那小荔枝只要你就是运用得宜的话 它的嫩度是比一般的荔枝要来得到嫩很多 而且里面真的是白的 然后你又切了花刀 那我们是用炸的 所以在炸的时候 等于是它上下两次是同时受热 所以你上面切花刀 下面肌肉在收缩的时候 上面的肌肉并没有纤维 它纤维切断 所以它自然就卷成这个样子 对不对 它自己就变成球了 就变成小荔枝 对对对 然后外面把它切成花刀 之后就很像 还想再吃一个 其实好像说 也很嫩 那像这个早期在台湾 它会喝黄酒 或是喝比如说比较烈的酒 慢慢吃慢慢品 我觉得人很有趣是 当你想要吃一样东西的时候 吃一样料理 你吃不到 或者是一样食材你吃不到 你就想 就像我刚刚有提到 吃素的人 他会怎么样 他会去把这个素的东西 把它做成像肉的样子 所以也是因为这样子 人的这种思维 所以去创造出 很多新的料理出来 比如我们的荔枝肉 对 而且我觉得荔枝肉 挺特别的一点在于 其实它不会像什么菠萝烧肉 就是那么的甜和酸 因为它那个红糟的味 还是在那儿 所以它甜和酸是比较低的 主要是吃那个红酸的味道 料理有很多不同的思维 去思考一道菜 你可以用形状或是寓意 荔枝肉才是一种 从形体开始 让你去想象 我今天就是离乡背景了 或者是好 我刚好也在闽南 我现在就不是荔枝的季节 我就很想吃吃看 或者我想看到这道菜 我想吃到荔枝 你就可以做这道菜 吃荔枝肉 就是思念自己的家乡 当然了 那个荔枝香 但它的酸甜 也是这道菜有趣的地方 对 而且我觉得这道菜 特别适合去艳客 如果我要下次要做这个的话 我觉得我都能想象到 我朋友吃到这道菜的表情 你不是荔枝肉吗 荔枝呢 我说你看这不就是荔枝吗 这个特别能装 特别有面子 在这边教你 就教你做菜 不是教你是用欺骗 我不是欺骗 我是叫分享 把你的支持带给更多的人 把这个美味传递下去 牙尖嘴粒的 现在进步很多 那这几年下来进不住 它这张嘴进不住多 是吗 就能吃会到是吧 好 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 鸡胸蛋挞 蛋挞不是热量很高吗 我们今天做这个蛋挞 是用鸡胸下来做 对 我们今天是做咸的 减重它必须要吃蛋 我真的很爱这样吃 而且很好吃 你就放进去 有鸡胸有洋葱 也可以拿去做宴客料理 下午茶小零食等等 都可以 好了 香 香 好 看极了 来 试试看 新鲜出炉的鸡胸蛋挞 好 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 这个减脂 就是减肥三 菜名是 只要稍微不一样一点 我们要做的是这个鸡胸蛋挞 这个讲到减脂这个事情是没有 你最有发言权 不是我最有发言权 因为早在我认识林丁的大概是五年左右吧 对不对 那我们曾经有一度 就是在讨论菜单的时候 林丁就一度非常的执着说叫我要做减肥三 对啊 那因为这是一个大家的时尚新美食风范 那我就一直非常的反对地告诉他说 我不想做减肥三 那为什么现在妥协了 不是 因为我那时候会觉得 第一就是每个人减重有每个人减重的方法 那减肥三 我们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 可能会吃力不讨好 所以那时候我并没有去想要做这件事情 那怎么说 那后来是因为自己本身 因为这个跟朋友就有约定 所以我们就开始去思考减重这件事情 那我就开始 因为我是一个 做任何事情 不要委屈自己的人 所以我会觉得说任何的事情 当你要去做这件事情的时候 你首先你一定不要让自己太辛苦 好比说我一个朋友 她是个女生 她们很胖 然后后来我突然看到她瘦下来 我都问她说你怎么瘦 她说没有 她就是每天去操场走路 走一小时 她就听听音乐 然后每天就很开心在那边走 她其实也是一个放空自己的过程 因为运动会让人感觉到快乐 对吗 所以说这个运动的方式是这样 但吃今天就要跟大家聊吃这个事情 我们今天做这个蛋台 是用鸡胸下来做 但它是蛋台 蛋台不是热量很高吗 我们一般的蛋台是怎么样 是用面粉跟奶油跟黄油 把它擀一层一层 然后中间的面粉跟面粉中间 比如擀平对不对 涂奶油再把它压过去 再一直压不断压压成千层 对 或者是奶油跟面粉 混完之后一直揉 就一层一层叠上去 但那个奶油 就是那个黄油跟面粉是很容易胖的 那至于其他里面的东西就还好 但蛋台里面加了很多甜的东西 对 我们今天是做咸的所以没有问题 所以那我没看到我们的派皮啊 我用蛋做派皮 蛋塔的塔皮是自己做的 对对对对 这样就可以控制你想要的 比如说甜度啊咸度啊 就可以从源头上切断这个肥胖的根源 因为减重它必须要吃蛋 为什么 因为蛋是蛋白质的来源 我们的人体的构成最主要是从蛋白质来源 对 每个人减重方式不一样 那这个是我大概是在四个月前 我开始比较认真在减重的时候 其中的一餐 那鸡胸在烹调它有一个重点就是 尽可能它厚度要一样 所以刚刚这样对不对 你可以看明显看到这样 是不是这边厚这边薄 所以在煎的时候 你这边煎到熟了 这边就老了 就老了 这边熟了这边还没熟 对不对 所以我会把它摊开来 摊开来的时候 让它尽可能一样差不多 那你可以怎么样 在上面再划刀 比较厚的地方划刀是吗 对 让它导热会好导一点 下去 然后记得 你在减脂的过程当中 你需要是好的油脂 所以橄榄油是一个很棒的油脂 这也是我很常这样子 我真的很爱这样子 而且很好吃 盐巴先放进来 然后另外待会会放香料 本来师傅对减脂这件事情 有很多的人生经验 瘦这件事情 一定要吃才会瘦 你如果不吃 你刚开始会瘦 可是最后会胖 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人的身体它要维持的话 其实是需要营养 需要蛋白质 需要脂肪 需要纤维 但如果没有这些东西的话 它最后就会吃你身上的营养 然后但凡你后面吃一点点东西 它就会疯狂地去失收 是一个概念 这个应该讲 主要营养师的说法 就是所谓的基礎代谢力 基礎代谢力是怎么一回事的 基礎代谢力是好 以你什么都没有活动的情况之下 你躺在床上睡觉 你还是会消耗你的论文 对 这个叫做基礎代谢力 好比你举一个例子好 如果一个人的基礎代谢力 是5来说的话 你刚开始吃东西的时候 你减少的时候 但是你的基礎代谢力 还是在5的时候 相对的你就会瘦了 因为你的消耗比较多 比你吃进来的 要来的多你就会瘦了 但是人体会去调整 因为如果说 一样这样的情况之下 你还是一直维持在 代谢力5的情况之下 你可能就会因为这样子 生命会有危险 所以他自然而然就会把 代谢力往下降 可能会自己调整 调到3 那等下调到3的时候 你觉得瘦下来了 所以你再吃一点点 回不到以前 以前你可能 他就不适应了 对不对 他就不适应 而且他就等辈的跳上去 所以身体有自己的调节技能 然后人家说 少吃一点就会瘦 它只是一个短期的一个印象 对长期而言 真的是吃饱了才能瘦 没错 没错 那现在这个地方 我现在拿出来让他静止 它里面是熟到什么 现在是生的 现在大概是两分钟左右 那你可以看 上面有些泡泡 这些是蛋白质里面的水分 那我现在把它撒粉 这个是咖喱 这个是姜黄 姜黄再黄一点 再涂一点 然后来一点自然粉 这个你随便的 你要怎么加什么粉都可以 那白胡椒给我 但是单面吗还是怎样 我两面都会 对不对 然后翻过来 我光看这样 以前我看到这个 我一点食欲都没有 我现在看到就好想吃 怎么了 你变了 不是因为我是它好吃 待会我们会把它拿去 做成蛋塔 那有一些部分 它不用全部做 我让你试试看味道 你就知道 好 然后白胡椒 盐都好只撒单面 盐吃了太多 好像也不是特别利于 身体的代谢 对对对 那这边我让它 稍微静置一些 让它热能倒进去 然后洋葱 我会把它切成丁状 也是竖切 所以横竖没关系 要把它们放在蛋塔当中 就会补足 鸡胸因为它肉质纤维 比较紧带来的那种干涩感 我弄的鸡胸不会干涩 因为你用 你记不记得有一次 我用蛋包住鸡胸下去煎 然后那个很嫩 你记不记得 对 对 那我们今天是蛋塔 所以它也会是嫩的 所以它不会有那个所谓 你刚刚所提到的干涩感 好像每一个 每一个人他对减脂养生这件事情 他会有自己不同的理念和思路 对 有些人可能会像师傅这种类型的 就是 我要蛋白质 我要什么什么什么 就是它会比较那个 有些人可能就是 我饿了就吃 还有些人他会 有讲一个什么断食的概念 168 对 我也是 真的 它应该其实严格说起来 168就是你的生活是有办法 比如说Routine的 我每天朝早晚 对不对 我早上起来 我去九点去上班 那我就可以把168切出来 对不对 即等到即等我可以吃东西 对啊 你有没有想过 刚师傅说16和8 我在想说 这个会不会是 他对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个饮食习惯和睡眠习惯的一个颠覆 就像我们平时的时候会讲说 一日三餐 甚至一日四餐 一日五餐 那么睡眠8小时 可是在168这个清断食这种方式的 这种膳食的调配下 就好像是你8小时本来用于睡眠和休养的生机 你来吃饭 而剩下16小时你给你自己的肠胃 一个睡眠和休养的空间 让他有一个休养生息的过程 有可能啦 这是因为我没有研究 都是24小时 我只是觉得正好就可以可以撞过来 我没有研究 所以有可能是你讲的那个样子 对 等到我认真研究的时候 我再来告诉你 那你现在看 这些 它现在外面 因为油脂 它在里面释放出来 所以它的伤气就非常纯 好 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拿出来 尾段的部分应该是熟了 可是前段这个比较厚的还没有熟 那我先把蛋打进来 要用一个新的碗去检验 这个蛋是不是好的 对对对 不然你现在打了三颗 如果有一颗是坏掉 那可惜了 好 这边这样都没问题了 好 来点盐 这边盐我不会放多 因为你如果真的你要 再减重另外一个思维就是 你盐巴可以用沾的 如果待会不够咸 你再补足它就好了 那我现在放盐巴是不要让它们 味道太分开 对 这边 你看喔 这个就熟了 有没有 谢谢师傅 嫩的了 嗯 真的 对不对 那这边 它很香 这边就呈现刚好熟的状态 嗯 这边还没有 你看喔 那你顺一点干嘛 没有 我放进去烤 时间算进去就刚好熟了 所以这边就是厚点的地方 差不多要几分熟比较好 有差不多到七分到八分左右 七到八分 嗯 因为你再熟的话 它就没有水分 好 那我们有个模具 分享餐耶 这是 那你就不用那么麻烦 好比我们刚刚用了橄榄油 做了这个 哦 用它来抹这个底就可以了 对 是吗 鸡胸橄榄油 你要稍微等一下 因为有点烫是不是 对对对 稍微等一下 稍微这样带一下就好了 就是让它这个碗边 对对对对 有点油脂就可以了 好 这样就可以 好 那我们现在把 花椰菜放进来 洋葱有没有 往这边剥 它就有点香气 鸡肉放进来 五颗鸡蛋 对 然后呢 鸡胸是一片 鸡胸我用了一片 对 你就放进去 对不对 有鸡胸 有洋葱 还有两个 先把料放进去 其实还挺有趣的 怎么说 我说这个做起来还挺有趣的 就可以让你的健身餐 变得不太一样 不然说真的 有时候健身餐吃了哦 让自己不舒服何必呢 对 差不多 你能做几个 吃几个吧 做不了就算了 这里要再加一点 加一颗花椰菜 或加一点 它还是有基本的蛋液啦 不然它成不了 凝固不了对不对 这个挑起来一点 让香花看不出来 挑的呢 不是让它这样子 看得明显一点 然后上面再撒一点点的起司 对 也可以拿去做宴客料理 下午茶小零食等等 都可以 来一点点的胡椒 这样香气比较足 好了 好 200度烤15分钟 上下火 对 200度然后烤15分钟 好的 好 这样子我们这道菜 就等它完成之后 你就可以吃给大家看 好了 香耶 香 嗯 哇 烫烫烫烫 好 这个时候就可以把它取出来了 怎么取呢 要小刀 或者是 这可好吃了 那你转一圈 好 这个可以了 先给它松一松边 这个也可以 好 这个就是 我们就减肥餐 你告诉我这样不好看吗 好 看极了 是不是 来 试试看 新鲜出炉的 吉雄蛋挞 它光是上面那一层 还有起司 它吃的就特别香 那蛋也泡泡的 嗯 它其实里面吃的有点像 那种蒸蛋 可是外面 有那种烤蛋的香气 对 那你看 一样是在减重 我们吃的东西 你看我们放了鸡胸 我们放了羊瘡 放了蛋 那我们的油脂 用的是橄榄油 稍微在这边煎一煎之后 用橄榄油稍微把它放到里面去 我们也没有多摄取太多 嗯 对不对 就算是摄取了 它也是橄榄油 是好的油脂 那你说你如果是减重的情况下 吃这个 跟你每次把鸡胸跟那个菜打成薑 那个比较起来 这个享受多了吧 这可以一个人都全部吃完 都没有味道 甚至怎么样 你还可以怎么样 你如果真的说 你很重视营养均衡 你这个放在旁边 对不对 你一个人大概可以 我觉得吃个两个三个就够了 还会再一份大量的沙拉 它臭臭有余啊 你补出了纤维质 你补出了膳食纤维 补出了任何你该有的蛋白质 蛋有蛋白质 鸡胸有蛋白质 对不对 西兰花又有这个 西兰花又维生素K 然后洋葱油的油化物 油化物 你现在越来越厉害了喔 都是你教的 没没没没 你本来就是个 和你一起变身健身 减脂小达人 没有没有 你本来就有在主持健身节目的 那是以前 对 那时候学到不少吧 对 反走过必留下痕迹 只要你愿意在你的人生当中 花一点巧思 花一点心思 去做任何的学习 你一定可以得到一些不同的东西 对 那么 我现在就会找到一个 小达人 我先来看看 你怎么会找到一个 简直的 没有 似乎 我 你怎么会找到一个 这一瞬间 你怎么会找到一个 优优独的 是 你怎么会找到一个 你怎么会找到一个 你怎么会找到一个